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中正义分局提告伤害 辖区新北市板桥分局也立刻找人 凌晨1点55分将这名林姓嫌犯带回制作笔录 针对媒体问话他是否有对议员动粗 他一概否认 预计停止训问完成笔录后 会移送新北地检署进行后续侦办 而高嘉宇也召开记者会来说明整起事件 他表示 首先要感谢各位好友及媒体朋友的关心 对不起 让大家担心了 高嘉宇指出相关的资料还在会整中 之后会在统一向外界公开说明 也会勇敢面对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 据悉 两人11日投诉板乔某饭店 却因男友发现他仍与前男友密集传讯息联络 促进大发对他拳脚相向 之后 林秉书还为了防恶行曝光 竟还限制高的行动 直到11月13日 也就是两天后才放高出饭店 高嘉宇脱险后和有人哭诉 在有人劝说后才前往台大医院验伤病通报 而据了解 高嘉宇至今仍不敢与林秉书撕破脸 原因就是林沃有两人的亲密影片 对于此事 高嘉宇强调这件事是受害人 但有部分资料仍在整理中 关于亲密影片一事 高并未否认 紧将调会一定对外说明 媒体观察高嘉宇被打 以及公开露面的时间点查询脸书等公开资料 从11日被打 高嘉宇直到17日才有公开上节目 以及破脸书 但奇特的都是他包紧紧 像是上 新闻面对面节目 全场来宾只有他戴口罩 此外公开脸书部分 也是穿长袖 尤其眼装部分 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 偏浓且暗色系 对于高嘉宇遭男友实施暴力这一行为 媒体人赵绍康30日晚间 在政论节目《绍康战情事》表示 高嘉宇26日上节目突然戴口罩 很反常 前律委沈富雄问他两次 为什么戴口罩 是否认为其他来宾有病 高嘉宇却支支吾吾 含糊其词 他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高嘉宇当时脖子的伤害莫好 嘴唇也还有伤 当时是伤害莫好就来上节目 是相当人质意尽 他建议替台 可以送花给高嘉宇关心他 郭正亮则补充 黄伟汉有看到伤势 赵少康则说明 高嘉宇是11月11号被打的 原本预计在11月12日计划安排请高嘉宇上节目 一切都安排妥当 不料却突然向制作单位 以来的方式请假 声称自己生病摔倒受伤 并附上一张疑似腿部严重淤青照片 长跑节目通告的郭正亮则脸色严肃表示 高嘉宇已经六天末上电视了 这对很爱上节目的他来说很反常 对于高嘉宇被男友殴打一事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金早受访时表示 谴责任何暴力 并直言男人打女人是猪狗不如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刘世芳则说 希望高嘉宇能早日走出暴力阴影 台北市社会局说 当局已主动介入关心 并称相关状况与通报等信息 属于个案隐私需保密 而高嘉宇被打的导火线 是一封风雨前男友马文玉的密集讯息 据媒体报道 高嘉宇很早之前急与马文玉分手 而马文玉最新现况是从仁夫 升格位新手爸爸 两人从大学时就开始交往 恋情长跑超过20年 高嘉宇在政坛路上 许多政治质询稿及文宣 皆出自于马文玉之首 两人虽然情断 但工作关系仍旧持续 马如今虽已请辞高嘉宇国会研究室助理一职 但仍是高的重要幕僚之一 高嘉宇过去曾上媒体谈话性 节目谈及感情观 坦诚自己求学时代就像公鸟 婚姻对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 但身边朋友都结婚当妈妈了 可以先上小孩后结婚 这样才能让小孩在完整家庭长大 交往过的马文玉即是初恋男友 而让林南不爽的可能不止这一件事 因为此事一出就有人发文称马文玉 曾大闹林秉书母亲灵堂 随后马文玉声明指出 莫有扰乱林秉书母亲的灵堂 是林秉书在母丧期间自己的犯罪猎行 彻底侮辱了自己的母丧 马文玉声明指出 PTT一篇特定发文 文章所带风向未因为小马闹灵堂 高嘉宇才被林秉书痛殴 马文玉声明指出 他的脸书因此被林秉书封锁 林秉书也交代台南友人 不可把电话号码给他 他在穷尽所有方法都无法联络上林秉书后 才决定在11月24日正式祭拜时间前 前往灵堂会场 尝试要求林秉书删除 用以威胁高嘉宇的不雅影片 马文玉声明指出 林秉书母亲家祭时间是下午1点20分 公祭时间则是下午2点 马文玉到达时间是中午12点50分 当时林秉书尚在初始布置 并未完成 该空间那时 连林秉书母亲的林秉书都还称不上 而他来的用意是为了联络上林秉书 要求林秉书删除 具意威胁高嘉宇的不雅影片 是以沟通为目的 而非广发 因此只印了9张罕见 而非百张 千张 马文玉表示 林秉书因多行不易 深恐功绩时 有人来闹场 因此 早交代殡葬礼仪人员 若遇到相关情形的处理方式 所以 当他在场预递交那9份相同内容的含件时 礼仪人员即将9张含件全部抢走 并说明会全部转交给林秉书 9张含件都被礼仪人员夺走 他当场有表达意义 声明表示 该篇PTT文章所称 林秉书从未冒称过国安单位高层 但今天平面新闻及报道 林秉书冒称国安局人员 以此名义透过范云办公室 向总统府所讨晚联 这不就是铁证其一 今日电视新闻亦有采访林秉书老家邻居 新闻采访中 邻居说林秉书自称在总统府上班 这不就是冒称的证据二 而林秉书更是多次 在对高的讯息中自称是国安高层 可调动检调对付一己 这都有文字证据可证 对一篇林秉书操作的PTT文章就可以否认 高嘉瑜 1980年10月17日生于基隆市 是现任第十届立法委员 亦是电视节目主持人 因他喜好是唱歌 时常在公共场合演出 但是大部分的民众都认为他唱歌有待加强 因此在民间有了港湖炮虎的称号 甚至让曾博恩邀请高嘉瑜上节目的 博恩夜夜秀 该集节目荣获上班不要看所举办的第二届走中奖最佳落赛奖的提名 高嘉瑜精明能干的立法委员形象之下 是可爱 不做作 一直深受大众喜爱 如今伤害他的坏人将要得到应有的惩罚 希望他可以早日振作 走向新的未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